之前就有很多风声 包括了昨天晚上 蔡英文总统的 跟华府智库的座谈 里面其实特别讲到中国 是威胁世界的最大的 北港元凶啊 最大的一个因素 然后呢 因为今年刚好是 台美关系法40年 可见中国因素在 大选一定是一个关键的因素 但是在初选呢 包括民党的初选 或者是国民党的初选 有这个因素在里面吗 你觉得 我倒觉得应该要这样子看 就是说一个成熟的国家 它不会受到所谓的这种 很多的这种见缝插针式的 或者违言耸听式的言论影响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这有两个部分来分析 我想我先回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最近大家一直在讨论 所谓买粉砖这件事情 我想大家应该都要很清楚 一件事情 买粉砖哦 是在买什么 买什么 你是在买网站 是在买壳 还是在买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数位内容 买人是不是 那我今天如果把我的粉丝专业 卖给了中国 那我这个人还会不会在 不在啦 粉丝在啊 粉丝在而已 对不对 但是粉丝是为了什么而来的 粉丝是因应 content而来的 粉丝是因为内容而来的 当中国买了这个粉丝 然后改变了content以后 这粉丝就跑了嘛 因为网路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讲白了 你说粉丝买壳这种事情 有没有意义 我真的觉得一点意义都没有 会不会粉丝分不出来啊 有可能吗 我不太认为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跟你讲 一部剧只要改主角 对不对 影迷就跑掉啦 这很正常的事情嘛 所以网进网路的社会 其实是这个样子 会不会是前一幕后 它慢慢改嘛 不要一期间打言论 其实我跟你讲 台湾最要担心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你知道吗 所有国家其实都一样 看得见的敌人不恐怖 看不见的敌人最恐怖 你要担心的是什么 你要担心的是这些 你以为他不是在帮忙的人 实际上他是在帮忙的 那才叫恐怖 那才叫最恐怖的 也就是那才是敌人 所以我回应另外一点就是说 好比如说我举一个 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过去我们民党一直在讲说 什么假新闻关三天 假新闻关三天这件事情 坦白讲我认为 这篇文章如果讲到 蔡总统要退党 然后搞到让总统府 做正式回应 如果民党认为 这篇文章跟中共有关 我认为这已经上纲到 国安机制的问题 我也会支持什么 用国安机制等级的 这样子的一个处理方式 来面临这样的问题 不一定是那篇文章 你的诸多讯息 对我觉得诸多讯息 都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今天因为蔡英文 她虽然是党主席 她也是总统 如果你真的认定 有所谓外国势力这些部分 请你用所谓的 正式的法律程序 直接来做处理 也就是说好 国安团队开始调查局介入 国安局介入这些 然后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 公开的调查报告 很明确的告诉我们的民众 跟我们中华民国国民 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面临 这样的问题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那也不要就是说一天到晚 那边放话就说 哎呦我跟你讲 中国的这个势力很那个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 台湾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各方政治跟各方国家 对我们都影响都蛮重要 都蛮大的 因为维护一个区域的稳定 是各个国家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坦白讲真的遇到类似 所谓的这个国安危机 宪政危机层级的 这样的一个危险 请你走正常的法律程序 然后明明白白的告诉 我们国家的民众 我们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但是不要再用 也用犯话的方式讲说 哎呀会怎么样怎么买粉砖 这有的没的 有就整个拿出来 然后说他做了些什么 也不要讲说好像有人要跟我买 然后就觉得说 好像有人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觉得那个都是 那都是见缝插针 见素不见灵的说法